声话不同步 口型与字不符 杨子被查唱假 幸好唱了个跑题 看完杨子演绎的粉红海 网友们以为是弯管机的取景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讨论的是杨子今年的跨年造型 真的很可爱 他现在非常甜蜜 乍一看 紫梅其实就是一个粉红糖 我忍不住想把这个展览的舞台主题 加分 印象中杨子的舞台造型 一贯是丸子头配圆筒上衣 塑造一字肩 更何况 这身千古不变的穿搭 因为综艺框架等设计问题 被网友吐槽了好几次 逼迫杨子 离开一字肩就没有什么不同的风格吗 问号 虽然这次的妆容依旧是一字肩 但是这个吸睛的造型这次 应该给化妆师加了鸡腿吧 另外 紫梅的旋律判断力也非常的会 他挑了周杰伦的旋律 实际的麻烦特别高 任何一个高手艺人都应该三思 更何况是艺人杨子 在这样无数名人云集的湖南卫视 杨子的歌唱实力 离纯歌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杨子在这么麻烦的情况下挑了这首曲子 不是请不便吗 这不是真的 实话实说 你以为杨子是在自取其辱 杨子唱得好 其实也是幸运的 假设他忽略了唱得好 这并不是不光彩的 拜托 这是周杰伦的曲子 粉丝们惊呆了 他以自己的品质完成了节目 他一开口就甜美的 声音甜甜的 绵绵不绝 短暂的舞台在那个时候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一些网友眼尖地看到了 因话不协调的问题 他们端详着杨子的口型与诗句不符 抱怨杨子的曲子在前飞 嘴巴在后追 他往往被认为是假唱 尽管如此 自从嘴唇匹配这个词出现以来 许多超级明星和专家 已经推翻了他们的车辆 什么叫全开半开话筒 是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舞台效果 其实很隐蔽 观众很清楚 我的专业能力不足 他们再也不会参加虚假的一般媒体盛宴 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没有工匠敢直接对口型 杨子的舞台嗓音可圈可点 这是杨子独树一帜的成分 如果你认为它太大了 那就应该有一个幻影 大家应该知道 湖南卫视在节目中一贯的声音修复 仔细听会发现一片粉红色的海洋被杨子覆盖了 唱入一片紫色的海洋 乱唱一些让人无法接受的歌词的示范 毫无疑问是杨子的真唱 我们的大咪咪也被假唱称呼了 直唱两首旋律的大咪咪 甜美火辣的外形脱颖而出 网友们却觉得大咪咪的声音唱出了你为什么不可怕 也不厉害 旋律总的来说太出乎意料了 感觉米姐唱情的帮助最合适了 今晚 孩子 疯狂的小君主 是最后的冠军 Child和姚晨合唱的普实社区的夏天 又是一首欢快欢快的旋律 原本全神贯注的众人都需要倒下了 今年的跨年姐妹们疯了 你怎么看 02 肖战的玉谷遥可能在韩国率先传播 让我想起了他的帝王狼的自毁赌注 试问 哪个节目的定当八卦 像小时候百听不厌 每个月喊一次狼来了的故事 那应该就是肖战的玉谷遥控器吧 试问 哪个节目的正常作息时间 应该像一位女士的阿姨 始终如一准时 那应该就是肖战的玉谷遥控器吧 对于这部剧 粉丝们又爱又恨 惨了 却见不到了 往前看 往前看 2022年无缘年终记录 往前看 往前看 又一次无缘2022年底的大结局 然而 2023年1月4日 随着啪的一声响起 突然爆出版权已被韩国电视台购买 将在韩国播出 此外 他值得考虑到韩国权威媒体 以非常独特的方式披露了这一消息 他们在友好的舞台上 晒出了肖战在玉谷遥中的剧照 并配问 肖战 他来了 那你 他来了是什么意思 土生土长的众望所归 称道花落花开 而韩流则先是他来了 在座等他来了 说实话 这个消息很大程度是想遇谷遥控器 很可能要先在韩国传播 显然 雨姐并没有简单的根据韩国媒体的这五个字做出推断 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当其冲的就是韩国传来的消息 他们已经购买了优谷遥的版权 要知道这不是什么时候 他们第一次传递关于雨谷遥的见解 过去的消息完全是为了拿到版权 而现在他来了的新说法暗示着 这部剧真的要来了 二是大量国产节目在国内播出后 逐步引进国外 不过 据报道雨谷遥在中国传播之前 就受到了国外当局的保护 这种活动天生就是令人困惑的 此外 关于制作方和韩方是一直播出 还是在中部地区上网后 向国外播出 网络上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其三 国产影视大平台豆瓣表示 玉谷遥的播出时间推迟到2024年 如果舞台没有得到具体消息 时间应该怎么改成2024年 而不是2023年 还是悬而未决 所以 每一个迹象都让人质疑 玉谷遥会先在韩国传播 至少会在中国同步传播 玉谷遥改编自苍月的朱炎一书 他从根本上讲述了荒凉冷酷的空桑派上主是英 最终结识了慈禧身份的温婉公主朱炎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看空桑线故事的境界 坦白说 这部剧将于2021年29日开播 2021年8月4日收官 大家期待了一年多 却不止一次号称会转 却迟迟未转 今又在国外被发现 可能先转 同样是不幸的 土生土长的娱乐明星中 没有一个男艺人的作品 像肖战的剧 一直在稳步传播 近段时间 战术剧专家强者 经历了开场冲突 剧集取消 跑评 调星 开播前抵制等诸多不合时宜的军旅剧情 更有使者 肖战和杨子这两位顶级联手 在开播前就遭遇了走心 撤档 延期 调限等不同的不幸 点 远处 肖战顶替男儿 片方用一场自毁的赌注 播出了综艺节目 他的皇上狼 总而言之 大家有一个疑问 肖战的节目为何如此注定 明明原因 于姐还是以他的皇上狼 这档节目为例 和大家聊聊 2017年拍摄的 服装秀他的身高狼 炒作三亿 拍了五个月 拍了三年多 2020年11月19日 在万众期待的呼声中 他终于权威发球 却打出了史上最特别的传球套路 该节目零曝光 零通知 突然空降 刚开始传送的时候 先放了5集 然后全文扔了整整49集 这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赌注 不过 在这前后 片方也对理解 甚至同情的背后做出了解释 结果是制作人很难 无数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因为他们被强调他们会被肖战的黑粉反对和诽谤 于是 我不停地改 不停地推迟 终于看到了信任的开始 迅速交付了全部作品 他们必须打出总赌注 赌消战黑粉和真情粉的力量 谁更接地气 谁更脆弱 赌赢了 作品获得了流量 艺人获得了口碑 舞台和制作者获得了口碑 如果赌输了 作品就会被抵制 被吐槽 被骂 艺人也会受到影响 不过 肯定有一些黑粉根本没看过 他的《黄尚狼》那一集 就在豆瓣影评环节狂给一星 还发疯言论 吐槽传播 因为他们可以没有肖战 他们完全忽略了无数艺人的共同努力 这个节目中这么多后台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因此有许多值得观看的无穷无尽的功能 还有 真的是和大家把矛盾的张力 义务 焦点放在男二肖战身上吗 于姐其实还记得 2017年节目做完的时候 肖战拍了一张和不同艺人的合照 那完美 温暖 灿烂 清澈的修养笑容 非同一般 然而如今 由于某些人的闲言碎语 假说 无中生有 这个衣冠楚楚 有原则 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少年 承受了很多本不该承受的压力和体验 熊 说白了 片方对他的赫赫战狼 自毁赌注播出技术的澄清 可以看作是对肖战节目不被看好的辩解的回应 他的每一个节目的制作人 大概都有这样的混乱和压力 显然 这不能怪肖战 只能怪那些喜欢做兽的无脑黑粉 时代呼唤艺人善举的同时 也呼唤着永无休止的客观表演 三个视角 就在艺人 粉丝 演艺圈通力合作 共同站稳脚跟 营造出一尘不染 和一客观的导流网络氛围时 那些刺耳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少 只有那些优秀的艺人才能拍好电影 几乎毫无疑问 那些电影集团也能在测评后 稳稳当当的定下时间表 完美开播 真心相信于古瑶不会像 余生请教我和专家的力量一样 直奔播出的不平